三条变茂通道 山间小路和变道更是难以计数 这些地方都曾经被境外毒品组织 作为向中国输出毒品的交通线 两边的国界没有天然屏障 三水相连 两岸的老百姓互通贸易 经商走亲戚经常来往 那么很多老百姓他不用经过那个口岸 从其他地方三间小道 或者是跨过小河小沟就可以直接就进来了 那么一些不法分子就利用这个便利条件 把大量的毒品放映到我们国内来 2003年9月 在云南省区境国安局任局长的王健中 被调任云南省国安庆任进毒局长的事物 尽管在过去的20年间 云南警方针对毒品犯罪活动的斗争从未停止 但在境外贩毒组织的顽强渗透下 此时的云南已经负折不扣地 沦为了毒品犯罪的重宅区 在当时国境线上的贩毒活动异常长期 云南境内西贩毒活动屡禁不止 我们有时候一天之内如果没有事情就感到奇怪 为什么没有事 心里面就慌得很 话还没落音事情就发生了 经常是这样 面对境外洪水猛兽一般的贩毒浪潮 云南的基督警察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 一线的边防官兵在国境线上争割带弹 二线的基督侦察员在夜以继日的调查举证 还有大批民警在出省的交通线上严防私守 以阻止毒品经由云南流入内地 因为工作强度太大 许多民警长期处于疲劳状态 在中国警方的重拳打击下 过境的贩毒分子连连落网 让境外的毒枭们损失惨重 为了帮回败局 境外贩毒组织开始大量使用武器 与中国警方公然对抗 在王剑中上任后的一年之内 云南省先后有五名基督民警 因公寻职 先后在大理 中川 区境等地 当过16年国安局长的王剑中 向来是战友如智欣兄弟 在当国安局长期间 他曾经为了给因公受伤的民警 筹措住院费用 而抵押了自己的公务转车 也曾顶着压力 用建办公楼的钱 给困难民警盖了宿舍路